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得准备凉菜呢 赶快进去 进去啊 快点 干嘛呀 阿姨 快点 快点 赶紧坐吧 其他人都在等着你呢 你先别催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客人很快就到了 赶紧坐吧 好 我知道时间来不及了 你安静一会儿让我想想办法 谢谢 佳宁 等我一下 佳宁 等我一下 名流呢 不是说有好多名流吗 你来干什么来了 你不是来帮忙啊 我 佳宁 小姐姐 需要帮忙吗 后厨不需要人手了 你们去大厅帮忙吧 对 你先把豆腐炸了 然后把肉切了 不对 你别捣乱了 你先把肉炸了 再把豆腐切了 行 其他的呢 你干嘛呀 我觉得那李勇玉要出问题 是吗 我怎么没觉得呀 你才见过几个厨师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是 他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呢 连俩准主意都没有 你看得出那满身汗 我还有那个手一直在走 我真替朴家人担心 这佛仁堂可是他们的面根子 那怎么办呀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谁呀 管不了那么多了 走 张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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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找你呢 我正找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没事 溜达溜达不行了 佳宁 这是你表哥吗 眼见一下 快点 这是我室友 刘洁 表哥 你好 我叫刘洁 姑娘 你不冷啊 还好吧 我有事找你呢 什么事 今天有六十多位 各界名流要到这儿来吃饭 好啊 那开饭店不就是为了吃饭吗 人越多越好 好什么好啊 那个厨师根本做不出什么菜来 你过去帮帮他呗 这 这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人家有厨师 厨师长 我去了算怎么回事 再说了 不符合行规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得行规不行规的 这关系到这个饭店的生死存亡 这么严重啊 你别瞎扯啊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 这不合适啊 表哥 你就帮一下呗 你要是不帮的话 家宁可就生气了 对啊 我生气了 真生气了 帮不帮吧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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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谁呀 李师傅 就是我表哥 他也会做菜 朴经理让我们来支援你 好好好 这样啊 那赶紧跟进菜谱准备材料吧 是 李师傅 你看行不 行 太行了 千万不要说差错了 来 快 来 欢迎 你表哥是做什么工作的 切菜的手艺可不一般呢 哦 他以前在泡菜场工作 当然会切菜了 我 我现在忙去了 李师傅 是不是该准备凉菜的 该准备凉菜 这样吧 你准备热菜 凉菜我负责 你负责 你要学的不行 碎士之刀 那好吧 你去吧 过来 放点放点放点 李师傅 你干什么 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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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帮忙的 不对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是来趁劲夺权的 对不 李师傅 人家要真想夺权 早就真刀真枪给你比了 还用绕这么一大弯子 就是 那你说 你到底这是来韩国干嘛的 我是来找我女朋友的 顺便来韩国旅旅游 你放心 只要帮我这个忙 我立马就回 该走了 是 同志后厨 准备好饭菜 说不定我们今天会饿着肚子回来 哦 是 芙蓉堂 太可怜了 可怜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了 这凉菜可以上了啊 我喝茶去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么短时间做了这么多菜啊 神奇姐 你尝一下 真的非常好吃 是吗 小姐姐 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 我们的主厨状态恢复了 不过 他现在的情绪非常敏感 你最好不要打扰到他 知道了 这福荣堂的名声呢 好熟了的啊 今天一定要进行 福荣堂连货良界金手奖 绝不是浪得虚名 请 好 善机小姐 请进 好 善机小姐 好 善机小姐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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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善机小姐 好 善visor 你是慶如